嘿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大宝藏 欢迎来到我们聊日本的第七期 如果你是一个新来的小伙伴 建议从第一期开始看 那么现在进入正片 上一期粗略的讲了日本人现代的性观念 所以这一期我们倒一下代 浅薄的追溯一下他的过去 我认为对于日本人的性观念 有两个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是日本的神道教 我在参观生殖系神社那一期 有讲到过日本人的生殖崇拜 生殖崇拜在原始社会普遍存在 不仅是日本 本质就是对生物界繁殖的赞美和向往 毕竟在没有科学解释的时代背景下 从女性负重生出一个小的性生命 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 但日本的不同是 它更多崇拜的是性行为的本身 日本人的生殖崇拜起源于神道教 其实确切的讲应该叫神道信仰 因为最初日本并没有宗教这个概念 神道只是日本人对神的一种憧憬 也是用来神化天皇的工具 在西方传教师进入日本之后 日本才有了宗教这个概念 本质上神道教就不同于现在意义上的宗教 也就不存在基于宗教原因的禁忌 比如性 神道教中有一个日本起源的故事 作为宗教要籍的日本古书古世纪中 开篇便描述了日本万物的诞生 源于伊贤纳奇和伊贤纳美兄妹的原始交配 这一神话无形中就为性行为 披上了神圣的大义 甚至演变成了日本人意识里的原动力 反观历史 每一次的日本战争和殖民扩张中 性都是完全不弱于武器的必备工具 如后勤的慰安和前线的仓祭 后面会讲到 其次是日本特殊的地理环境 多发的地震和海啸等灾难 和极其匮乏的自然资源 潜移默化的让日本人的民族性格 趋向于及时享乐 因为他们并不确定未来会发生什么 甚至不确定未来会不会存在 所以及时享乐不仅可以缓解生存压力 并且在繁殖需求的驱动下 大量的声誉还可以保证持续的劳动力 于是在这种意识下 也就诞生了一些在现在看来 比较难以接受的文化 1.歌园 歌园是上古日本最重要的乱教文化之一 类似于中国少数民族的对歌 一般会在山顶或者海边举行 男女老少已婚未婚均可参与 男女双方相互临场发挥对歌 歌谣的主题有歌颂秋收 赞美神明 安息亡灵和男欢女爱等 在双方对歌结束 就会在现场进入爱的狂欢 而且那时并没有忠贞的概念 共期甚至换期在当时并不罕见 所以乱交也成了活动的轴心 日本最早的《诗歌集万页集》中就记载了 歌人高桥丛马旅的一句歌词 翻译成中文大概意思就是 人妻与我欢 我欺亦诱人 还有一本2011年发行的 《关于日本乱交史》的书 我觉得比较值得参考 等下推荐给大家 相传杂鱼琴的起源 是因为日本有在春分节前一天的 节分之夜 自尽而亡的女子冤魂 或者妖毛鬼怪 会从地狱窜出作恶 捕食人类的传说 为了保证安全 村中的男女老少会到村子里的神社 共度一晚 相互照应 直到第二天的太阳升起 杂鱼琴字面的意思 其实就是男女共处一时 只不过日本人把它发展的像乱交节日 杂鱼琴在士丁时代 开始大范围普及 男女老少聚集在神社 没有任何约束 没有任何约束的意思是 其中甚至包含亲戚 小伙伴们自行脑补 同时在神社这种特殊的场所里 发生的事情 也被视作为是神的旨意 因此在这一晚受孕生下的孩子 也会被人们视作为神之子 三 夜者 这个其实我不知道中文应该怎么翻译它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有叫夜席的 有叫夜攀的 也有叫夜爬的 也有就是把汉子拿来直接使用的 所以这里我们也就直接拿过来使用 如果说前面的歌园和杂鱼琴 无法佐证真实性的话 夜这我还真的找到了资料 夜这并没有神话或者宗教色彩 只是普遍于乡下及渔村的民间风俗 夜这是指男性在夜间 在女性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 偷偷进入女性家里 并进入女性的卧室求爱 如果女性同意了 就会直接进入主题 之后便可以跟家人协商婚事 据说在发展到最鼎盛的时候 甚至里还会举行活动 用抽签的方式决定谁去谁家 我在山梨县小间村的官方主页上 找到了记载了对一位夜这后期经历者的采访 他提到夜这在当时完全没有路灯的情况下 单程走三路就要两三个小时 完事后还要再走回家 也不觉得累 最野的时候会三五个人结伴通行 后来在明治时代 为了达到文明开化 政府发出禁令 禁止了许多过于野蛮原始的民间性风俗 加上电灯照明的普及 到了大政时代为止 这种风俗就渐渐的消失了 被采访的这位90多岁的老爷爷一直在感叹 这是好文化 可惜被文明吞死了 我会把官网链接放到视频描述区 懂日以为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完整的对话 还蛮有意思的 四 彭勇 彭勇最初就是于兰节中的佛教仪式 人们每年会在节日期间追祭祖先 祈祷名符 便有宫廷僧人引唱佛经 之后彭勇开始在民间活跃 表现形式就是大家聚在一起歌舞 之后又是乱交 但不同的是 彭勇的性行为并不具备婚恋含义 只是单纯的肉体欢愉 彭勇在江湖时代达到了最鼎盛的状态 很多人不远千里参加 只为了快活一把 不过在没有电视网络和游戏的那个时代 生活极端枯燥乏味 普通人通过性释放多巴胺的行为 也不是不可以理解 只是乱交吗 后来彭勇跟叶泽一样 在明治维新时被政府强制取缔 只留下了击败祖先的习俗 上面讲的这几个 如果小伙伴们有兴趣了解更多细节的话 可以看一下由日本风俗史学家 夏川庚思写的 《彭勇乱交的民俗学》这本书 不过理论上讲应该没有中文译本 大家可以仔细找找 实在找不到的话 如果哪位懂日语的小伙伴 愿意供下一些时间把它翻译一下 我可以做成视频分享出来 好继续沿着时间线往下走 提到忍者 大家一定不陌生 但忍者是确确实实被 现代的影视和动漫作品给神话 忍者的起源查不到信息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忍者的黄金时代是日本的战国时代 而忍者这个名词的出现 还是到了江户时代 所谓的忍者其实就是雇佣兵 受雇于各方势力 主要就是干些侦查 暗杀或者破坏的活 在当时并没有什么社会地位 在武士面前就是一群屌丝 缺钱的时候 甚至只能干干跑腿的活 极具魔法色彩的忍术 其实也是日本人对仪式感高度 从上下的产物 比如装作路人去打探消息 都要起一个很炫酷的名字 叫做顺忍 配合日本人的工匠精神 我想温化的时候 应该精致到猴急的发力吧 而大家可能不知道 女忍在某种程度上 要比男人能力更加出众 当然不是武力上的 因为小部分男人 还是有能力跟武士硬刚几下的 女忍之所以厉害 是因为她的性别 更适合暗杀和探敌情报 传说单纯只靠女忍 就取得了不少辉煌战机 因为经过特殊训练和培养的女忍 可以在体内常剧毒 并且在当时 无法通过任何手段测得出 只要和男人亲密过后 男人便会中毒身亡 后来因为科学的进步 研究得出结论 所谓的病毒就是性病 我在前面讲到 性在日本的战争中 从来都是一种工具 也许女忍这种独特的人数 是一种谣传 但接下来要讲的事情 就是没有什么理由 可以否定的事实了 1970年 由导演雄精奇拍摄的 继时文学著作 三打根八号仓馆 改编的电影《望乡》 供应后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同时也揭开了 日本一段丑陋的历史 日本在黑船事件第二年 与美国签订了 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日美清善条约 幕府势力衰退 直到倒台 明知天皇继位 成了新的权力代言人 可是继位后面临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 前日本发家有三宝 侵略卖淫淫和洗脑 于是对全国人民 开始进行洗脑 让全日本人都认为 连自己的身体 都是天皇的恩惠 日本男人参军 女人则在家负责生产 白天生产 晚上为繁殖而努力 而这并不能满足 当时日本政府的欲望 生产材料本身就 重度依赖于进口的日本 当务之急就是外汇 于是日本政府 为女性定制的贴身方案 给女性一个 更好为天皇效忠的方式 献出自己的身体 与此同时 长期是当时重要的 对外通商口岸 对外贸易十分发达 而当时南洋地区 也成为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 和原料供应地 汇聚了大量 以青庄年为主的廉价劳动力 虽然江户幕府时期 实行了锁国政策 但还是留了完全可掌控的贸易窗口 也因此早在江户时代中期 长期就出现了 面向外国男性卖淫的游女群体 他们被叫做 唐行女和粗岛女 因为服务对象 主要是中国和荷兰两国 两国的商船 可以自由的停靠长期港口 商人也可以自由出入室内 为了防止商人 与日本平民接触 还在长期的玩山 建成了规模不小的仓祭街 叫做玩山游郎 并且为两国人 分别配置的居住区域 把商人圈在里面花天酒地 一个地方一旦涌入 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通常就会出现 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 保暖私营育 满足了基本生存 生理需求 就是下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于是抓住商机 在长期的港口 一批又一批的女性 被送往南洋 他们被后人称作为南洋姐 这些人中 一部分是被洗脑后的自愿行为 还有一部分本身就是娼妓 而最惨的 就是被人口泛制诱骗 以为只是出去外国打工 截止20世纪30年代末 近有14万女性输出到南洋 而对岸作为殖民管理者的 欧洲殖民者 也认为这些南洋姐的存在 可以很好地起到协调作用 有利于劳工安心劳作 便于管理 所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默许乃至欢迎的态度 接纳了南洋姐 据说在和老板五五分后 南洋姐的月收入 可以达到七八十美元 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可能是当地土著人民收入的四五倍 而这些钱 除了保证生活基本所需以外 全都寄回了国内 福岡日日新闻曾邓出一篇文章 名为女人国 文章中提到 从岛园市小兵署管辖内的 四个村子远渡海外的女性 一年向家乡的父兄汇款 多达一万两千多元 全岛园的三十个村子 合计总额突破三十万日元 三十万日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 明治维新期间 政府投资六十二万日元 兴建长期造船所 仅仅是日本一个小城市 送出的海外巨女的畅收 就能顶上制造半个造船厂的资金 而糟糕的是 他们的国家 在利用他们的身体走向富裕之后 将之尽速抛弃 飞速发展后的日本 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也开始提升 为了几身文明高等国队列 而维护国家形象的需要 日本政府开始推行废仓政策 当流氓穿上西装的时候 第一件事想做什么 白白身上的灰尘 挣酌疲惫的精神 南洋节的存在 让日本成了外国人眼中的 仓纪输出大国 这是那些刚穿上西装 所谓的精英们所接受不了的 于是一场舆论引导 乌化南洋节的活动开始了 南洋节成了日本繁荣昌盛中 抹黑国家形象的群体 回国后 遭遇了包括家人在内 全国范围的唾弃 不管过去多少年 这一身份在他们身上 始终是一个撕不掉的标签 而部分看清事实不愿回国的女性 此后连墓碑方向都选择背对日本 电影《望乡》中就有讲到 非常建议小伙伴们看一下这部电影 然而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利用女性支持了日本的昌盛 而在战败后又用女性为此买单 二战日本投降后 麦克亚瑟率美军进驻日本 在日本人的性观念中 天然的认为胜利的那一方 必然会凌辱战败一方国家的女性 为了保护皇权贵族和上层社会的女性 特地成立了一个特殊的慰安设施协会 简称RAA协会 并招募了7万名女性扣劳美军 最初还只是招募一些从业经历者 但是当发现人数不足时 于是再次对平民洗脑 大和女子不论经验 为了国家事业挺身奋起吧 据统计 直到被麦克阿瑟下令关闭RAA协会为止 一共招募了近15万名女性 下令关闭的原因是因为 许多大兵染伤了性病 并且还带回了美国 还没完 美国军人里面有女兵 所以严谨细致的日本人 还招募了卫安夫 等一下这两期好像我都忘记讲到第几条了 一是客套化 五是高度同质化 六是过度严谨 十三是出轨 十四只 十五只 十六只 羊排比羊腿好吃